各位医师,大家早安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十几年来自然疗法的心得 我本身是西医,西医毕业 那我做了西医二十五年 做了自然医学十多年 那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怎么一个西医师会做自然疗法呢 这个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原因 那我今天不但做自然疗法 而且还治疗这个重症 不但治疗重症 也不要用任何药品 那我本身以前是做加护病房 外科,麻醉科,急诊科 现在做自然医学 今天我要再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集 就是中道自然医学 先介绍一下 我所创新的中道自然医学 医学的定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大家学西医的嘛 各位大部分学西医 会觉得西医学才是医学 我想这个定义 大部分医师民众大概都很会认同 其实我今天是已经不认同了 我觉得西医学不等于医学 甚至我觉得西医学是误科学 不是真的科学,是假的科学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西医学是用加法治病 用加法 见果不见因啊 我们只治疗 一些引起的结果 分科 比方说你过敏 用抗阻症类固醇看过敏科 治理神经失调 看心脏就看心脏科 脑神经退化看脑神经科 代谢症候群看新陈代谢科 肢体免疫看风湿免疫科 癌症看癌症这样 这个事实上是治疗这个疾病的原因没有去除 治疗症状 治疗这些结果是不对的 这个就是我中道自然医学所要讲的这个主题 大家看这个 我们传统的西医叫做治标的医学 甚至中医在某种程度里面也是这样 那我现在讲的中道自然医学 基本上算是一种医疗革命 在人类医疗史上没有出现过的 没有出现过的 那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百病同言 百病同疗 如果你打英文叫Single cause Single cure 就会看到也是有类似的这个观点 可是大家做法不一样 那么百病同缘 同什么缘呢 就是酸跟自由基的累积 那么百病同疗 就是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说疾病 你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大概就没什么病了 那么我怎么排呢 其实后面还会讲到 大概就跟这个肠肺脑肉有关 还有要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要吃到好的油等等 还有热疗 那前面讲的就是 所有的疾病 可以只有一种疗法 那比方说 睡眠呼吸中止症 你看它会引起糖尿病 阿斯海默症 会眼睛看不到 会有代谢症候群 会不会要洗肾 有可能 可是呢 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最大的原因就是 淀粉吃太多 所以我们要断糖生通饮食 像这个肠肺脑肉 引起的这个一些过敏 后面会提到 妥瑞症 过动症 强迫症等等 也是同样的方法在治疗 所以我也不怕说 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是已经 这个叫做见灵不见素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症状 什么疾病 你要是能够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大致上疾病就会好一大半 当然已经到了一个 末起的疾病 比方说眼睛看不到 那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肾衰竭那个洗肾 也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 就是器官不要衰竭的前提下 我现在创立的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我们叫做用减法治病 减法就是刚才说 什么病很多很多很多 暂时不用去管它 先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那我们讲说 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以人为本体的医学 就是把这个 身体交换给病人自主 不是交给医生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产业 是不是针对人的 不是针对一般的人民的 不是针对个人的 而是希望说产生一个叫医疗产业 什么药厂 医疗仪器等等 这个叫比要越做越大 这个基本上整个方向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就是说 大家都是受西医交易的 其实我们的教科书也是药厂写的 药厂希望我们多开药 做很多检测仪器 这样的话才会形成产业化 这个基本上是大前提是错误的 方向是错误的 我这边做资产医学 有没有祖师爷 有啊 就是老子 老子说 唯学之意唯道之笋 笋之又笋语之无为 就是说 你要学那个疾病 那个教科书 Harrison什么什么 很多书念到完 都是讲搞疾病 疾病永远搞不完 我们现在是做道 做道就是要减法 就是尽量不要搞得太复杂 像我本身 现在虽然不大气看那些 有的没的疾病 我们用减法治病 就把酸跟治愈剂排掉 反而几乎可以治疗很多病 这个损之又损以自己无为 无所不为 我以为这我不治 这个就是我们 我自己的中道医学 找了一个祖师爷 就是老子 老子讲司法自然 自然这两句话 就是老子 经书里面老子讲的 那大家看这个 我们这个中道自然医学的范围 事实上 我本身 我本身是西医 当然我不排斥西医 我只是觉得 不能什么病都要吃药 这样 那我本身也外科出生 那很多刀 盲肠 什么要开刀 一些很多病要开刀 那也是 非做不可的 那么 下面右下角 这个中医 中医我当然是很尊重 可是中医几千年来 都没有进化过 一直在这个中药的范围里面 那么很多自然疗法 像右上方 右中间这边 自然疗法 也是很不错 那有很多人 这个做营养疗法 什么吃好的油 多糖体 蛋白质 维他命 抗氧化 还有这个 像上方这个运动 好不好 当然好 也是我自然医学的一部分 生活习惯病 也是很注意 宗教 还有很多很多都很重要 那么 所以 我本身做的这个自然医学 叫海纳百川 没有排斥任何人 我觉得好的方法 就是要拿来用 那 我们 现在病人 来到我们的诊所的话 我们会每个都给他做脑波自立神经 测他的脑波自立神经 脑波自立神经 就是测 交感 副交感 就是中医的阴跟阳 看看他怎么样 然后再叫他到保健管去吸清气 或者去做热疗 看他对这个清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叫清气挑战测试 然后再找出他的长肉肺肉 然后把它修补好 大概就是我大部分的这个流程是这样 所以说 测脑波测自立神经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步骤 排酸排自由局也是这样 所以说 中医跟西医 有没有教会的地方 有 绝对有 因为中医三千年前的皇帝内心 就讲阴阳 那么阴就是我们西医讲的副交感 阳就是讲的交感 那我现在创的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事实上就是以中医的阴阳为主体 阴阳为主体 把这个西医整个架结在我们 有五千年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沾目上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的东西就是中医跟西医的融合 不是共存是融合你知道吗 就是融合起来 不分中西 所以我是很坚决的认为说 中道自然医学 它是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好像一个大海 什么都可以流进来 我所有都接受 西医 地学其实不应该分中医 真理只有一个 太阳只有一个 月亮只有一个 你分那么多干嘛 把病治好比较重要 这个就是我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是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这样 那我今天讲的这个自然医学 可以分很多集 第一集是中道自然医学 第二集就是讲肠肺脑肉 第三集就是讲葡萄糖果糖中毒 第四集就是讲生酮饮食 第五集就是讲睡眠呼吸中止 第六集讲西方内酸中毒 第七集讲青分子医学 第八集就是讲自体免疫疾病 第九就是讲脑民跟脑落脑物 第十集是讲二氧化碳慢性中毒 第十一就讲神经精神疾病 跟睡眠障碍 第十二集就是讲广发性失智症 尤其是阿兹海默症跟巴金森氏症 第十三讲智力神经失调的疾病 第十四讲这个糖尿病 第十五是讲生沉核心热疗排毒 第十六集讲癌默自然疗法 那这些都是很挑战性很大的疾病 那我做自然医学已经十多年了 那我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想象各位 如果你开架一部飞机 由时光隧道回到一千年 你不是被人当成神 就是被人当成鬼 你想象一下 我大概就是这种心情 可是呢 你会遭遇到的事情 那我的心情就是说 我不是公元两千年的人 我是公元三千年的人 那我回到公元两千年 我不好意思讲蛮荒时代 讲就是事实上是蛮荒时代 因为现在我们的所有的人都被药厂 医疗产业当成为要生前的奴隶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不在乎下地医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就生活在地医里面 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疗 就去让医生喂药这样 那第三个心情就是 好像 我报名参加了一个五千公尺长跑 很多观众 可是呢 没有人报名 只有我一个人在报名 跑啊 跑到快 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像没有人在乎我 没有人在乎我这样 我觉得很失落 所以说希望说各位在场的 看有没有人认同这个看法 那因为既然各位已经来到现场 我想说多少可能想会要了解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心情 那么我讲的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最后发展会怎么样 就是愿景 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公元一百年后呢 还是五百年后 还是一千年后 我认为说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 除了少数急症跟外科 慢性病不用再吃药 没有慢性病要吃药的 癌症的治疗 要改头换面 不是说 病人来就开刀 化疗放疗 不是这样 一定是改头换面 以台湾这个小地方来讲 健保以前 刚开始的时候 一年两千亿 现在五千亿 可能还会亏损 那么健保的钱 不过就只好扣我们医师的钱 还有我们医师 这个护士都变成血汗劳工 这个以后就不会再亏损了 不过有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 既然 医师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不用看病 那么 就是医师可能会失业 精神科 最快失业了 因为在我心目中 在我的范围里面 是没有精神科的 那么 内科也会 因为高血压糖尿病 三酸肝炎有脂膏 这些内科疾病都没有一种病是要吃药的 当然我这样讲也是在讲我自己 我以前一直在开药 还有就是说台湾 如果你放大 一百年一千年来看 我认为台湾一定会成为全世界 人工智慧医学 或者是中道自然医学的领头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活在台湾 我是在台湾念书 长大的 毕业的 当然我们会以台湾为基础 因为 这个就是 可以带领整个世界 改变 然后各位在场的 你也不用担心 说 这个事业怎么办 不会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自然医学 不要用药 没有人喜欢吃药 这个就是我们 讲的这个愿景 也给大家 给我自己一个鼓励 也给大家一个鼓励 那么这一集呢 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来我们就是要看 肠肺脑肉